网红杰哥平时忙于接案进行个人失业 仍然建议却有业者告知 原假冒他的经纪人进行诈骗 日前杰哥发公告声明 自己从未授权任何个人或公司 对外代表他或自称是他的经纪人 目前他只有一位经纪人 负责协助处理通告事务 但并不会自称是杰哥经纪人 只要有业者想找他合作 他会透过email私讯联络 他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亲自查看与回复 杰哥的业务一直主打物美价廉 需要让厂商觉得物超所值 而他让专业回归专业 因此接下厂商方面 由专业的行销人员负责 自己则是协助做脚本发想 拍摄剪接工作 把工作分配好 需要让大家负担小一点 没想屡次发生有人假冒他的经纪人 在外招要撞骗的情况 不幸的是有不少人上当 还让他差点成为诈骗共犯 因此透过公告澄清 希望未来若有人收到 来自他的经纪人接洽工作 请大家一定要向他确认 并对诈骗者喊话称 等我忙完就收拾你们